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 那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雙眼皮手術後的 就是幾年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這樣 剛開始是蠻煎熬 可是到後面的話 其實在打我麻醉藥以後 其實就會 因為我都是 整個過程我幾乎都是在跟醫生聊天 醫生也會讓我很放鬆 然後護士也會在旁邊跟我一起聊天 所以整體我覺得 手術的過程中 其實不會帶給我太大的壓力感這樣 只是我覺得前面的部分 就是在打麻醉藥的地方 那個地方真的算是有點小痛 所以大家 就是 我覺得忍住那一關的話 其實後面應該就輕鬆了 看過我過去當你皮那麼久 突然要看蒜眼裡 可能會 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不習慣啦 對 感覺好像不太認自我一樣 對 但是我覺得 過一段時間以後 他們都會定期跟你說 欸 其實越來越自然 好壞意見都有 但是我覺得 你要對自己就是 抱持正面的態度啦 因為我覺得 有自信才是最便宜這樣 好壞意見